朋友们 这节课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利刀旁的写法 一直没有讲过这个利刀旁 因为 这太简单了 我再写一下 这个确实 没太大难度 利刀旁都是一个 右边旁 没有写在左边的 利刀旁 要来写的 要来近一点 利刀旁 这个短数呢 不要写在中间的位置 这短数啊 是中间靠上 不要写在中间 或者中间靠上 靠下 中间靠下 这就太难看了 不要这样写 这也很难看 中间靠上的位置 在这一顿 在这一顿 和完这一树呢 这树沟呢 要写直了 写下这个树沟 短数 短数 但是也不能太短 不要太短了 不要点成点了 也就是说 是另外一个长数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个树沟呢 虽然是 直的 但是呢 它就有变化的 它一般情况是一个弧形的 后面是弧形的 也就是说 在玉米的过程当中 有暗 有提 它不是一个 圆筒的 不是一个圆的 它不是上海印象出的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树 中间细 这地方细 两头出 可以看到 中间稍微细 两头出 而且呢 它这边是弧 这边的差不多是直的 左边直右边弧 起的时候呢 要注意 起的时候切一下 又要切 横起鼻 也就是啊 往下 轻 重 出钩 啊 这个竖钩 重 轻 重 出钩 重 轻 轻 重 出钩啊 我写的也不大 也不大好啊 只有意思啊 只好呢 把它写好 下面呢 我来写一下 带到这个 李招庞呢 也长用纸 李招庞也是个 经常用到的 很多 很多 别 李 李 立 行 等等 其实这个字的时候呢 一般就是后边这个比较大 弯这个数比较长 很多都是 这个钩呢在很多这里边都是最低的 这两个距离啊 不要离得太远 这是 立着旁的鞋吧 好朋友们 这些课呢就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 再见